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局非常的有趣 我们开局发现那个纵空位置 它有一个间谍的没有进那个兵营 当时好像反应慢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就情不自禁的派了一个游里去把它变个闪 刚刚我们进的那个纵空 这样子像我们在超时空的铁幕位置坦克斯一星 这一局注定是一个非常爽的局 然后这期视频最大的看点是那个红色 这个红色在游里改位置 这个地图是那个不公平的13 总体来说的感觉这个不公平系列 这个13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像其他后面的 感觉还没有超过13 好我们把纵空照出来 下面我们就观察一下这个紫色 因为它跟我对吧 我们两个都是书军 假如说它照雷达 照那个作战实验室 我们可以多照点这个铝带车 完全不需要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铝带车已经是一星 我感觉这个紫色应该是比较生气 照了很多好兄弟 看来是想带着这些好兄弟的过来揍 但是我们高地有个门神 也不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多照点坦克 待会我们可以超时空丢到坦克 而且还可以撒铁幕 我们这个一星坦克 你看对方也是一星 待会打几个很容易就升三星 这回下方这个刷坦克的位置 他当时好像把箱子位置的基地给摸了 结果突然之间就发现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他这个你看没有 把人家基地一摸 现在箱子位还好 还可以照飞行面 其实他那个位置待会刷的那个建筑也是比较厉害 我们先一波超时空 把紫色的坦克丢到水泥画个照 只是他好像是造了两个纵工啊 想快点把他出坦克 他这样子不出那个无畏战舰 我们也不慌 其实这回来我那个高科 倒是比他先造出来 待会我们可以造船场 多造几只章鱼的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个时候对方已经造船场了 现在我的铁幕已经好了 准备套上铁幕呢 冲进去 好 我们家里面先准备第2个基地 当时我在打的时候还是重点看那个 核弹位置 像我们这个超时空位置的 主要担心核弹位置 但是那个核弹位置呢 他正在跟那个飞机位置的两个人在整 我们打掉紫色的高科 先撤回来 等多一点坦克再出进口 这个时候注意看这个游离杆位置红色 这个红色呢 他整了个运输船 把那个游离位置好像是三个基地都摸走的 那个游离位置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挂机 这样子游离改位置 他接下来就可以 造盟军的建筑 造了间谍之后 再把那个坦克跟兵营抠成新的话 那也是相当厉害 就像我们超时空位置 对吧 这个坦克一星 好 现在我们等多一点坦克 套着铁幕呢 就准备去练星 这个紫色他的坦克也是分开的 注意看 紫色又造了他那个作战实验室 这个作战实验室 我肯定要给他整掉 不能让他造基多夫过来炸 他这个基多夫呢 如果说造个四五六七八个 强行炸我这个门神呢 我们也不太好顶 所以说接下来 我们每一次进口就是针对他那个作战实验室 好 我先走两波 这个家伙不过来 那我们就套上铁幕直接冲到里面去 这一波呢 目标也是很明确 打掉这个高科 反正主打一个就是呢 针对他的作战实验室 打完之后我们建好就收 有点改位置倒是造了一些五位战战 但是呢 不慌 我们只需要造几个章鱼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紫色的坦克丢到水里泡个澡 好 这个紫色锁上其实钱还是挺多的 好 上去打掉利宝 对方呢也是不过来啊 我们再往前 这个箱子位置呢 刚刚是解到一个重工了 目前他是在疯狂的造那个小学人啊 我们家里面有神盾 加上一星履带车 说说他现在那些飞行兵呢也不慌啊 我们再 补两个履带车 现在我们就等这个超时空啊 加上填幕好 待会再一波坦克一冲啊 把这些一星坦克要是全部练成三星呢也是相当厉害的 现在我们就想造个基多夫啊 去炸一下那个紫色 这个家伙呢 目前有三个重工 他那个坦克肯定是要比我多哈 算了 我们干脆还是造个船厂 准备在这个高地啊 造一个五位战舰呢 去炸那个紫色 这个家伙现在在疯狂的造那个动员兵 我们用坦克上去打一下他 看一下他要不要过来 这个时候注意看那个左边啊 看到没有 这里间谍啊 这个有力改位置的来了两个间谍 他走过去好像呢 把那个重工给偷新了 这个家伙呢 还想偷人家的钱啊 直接被整掉了 这样子有力改位置的感觉还是比较厉害的 还有四个基地对吧 盟军苏军基地都有啊 刚刚好像又把坦克偷成新了 现在我们也顾不上 还是要先把这个紫色带走哈 一波铁木准备直接吃掉紫色的坦克 这个时候注意看那个箱子位置啊 来了很多小飞人 这个家伙呢 直接把人家的电厂整掉了 我以为了他要过来整我 没想到呢 他过去整那个紫色了 紫色这回呢 又没有防空车 因为当时呢 他也是对吧 一直在防着我 现在照肯定是不得行 对方这个 飞机名太多了 然后飞机位置呢 刚刚把那个核弹位置整掉之后 这个时候你看 这么多飞机啊 强行过去炸那个箱子位呀 这个飞机位置这个时候 他也不去整那个游离杆位置 他为什么不整呢 因为游离杆位置呢 有那个盟军基地 造了一些防控 估计的不敢是吧 上去整 他可能觉得这个箱子位置呢 比较好欺负啊 像我能打的话 要打了就打墙子 这个紫色感觉相当难受啊 基地被那个飞行兵啊 强行换掉了 你看 这个箱子位置 家里面被那个飞机整 其实当时呢 我这个坦克要是冲过去 到那个箱子位家里面去打的话 他肯定对吧 顶不住啊 但是呢 我并没有肥厨头 还是想着先把这个紫色带走 但是你看 这个橙色看没有 是他先动的手啊 他这个飞行兵打完紫色的又过来整我 那我肯定就受不了对吧 干脆的就把他带走算了 先把他的光能丢到水里泡个澡 现在我们铁幕已经好了 好 这个铁幕好像用都不用 都无所谓哈 这个坦克直接冲进去 然后铝带车打掉他的飞行兵 啊 这个飞行兵呢 还是有点多啊 好 然后到他家里面 捡捡箱子 这样子这个橙色 他肯定的就顶不住了 我们再在家里面 照点铝带车 好 又来了箱子 捡到一个夹鞋 然后打掉雷达 让他照备了那个海螺了 好 铝带车往后移退 对方这个飞行兵还是有点多啊 这里面的三星还有好几个哈 我们赶快把后反的这些铝带车派过来 直接移动攻击 然后继续捡箱子啊 捡到一个火力 好 再捡箱子 我们继续捡箱子 这个橙色要是不自暴的话 我们就把它养着对吧 慢慢养鱼哈 那么打到这里呢 橙色也是受不了你的核泛下限 接下来呢 还有两家 一个是那个油里改位置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飞机位 这个飞机位的飞机好多 这个家伙很明显的 想要过来对吧 炸我基地 千万不要慌 我们有田木 我傻漂亮 没傻到 这个家伙把我两个基地都炸掉了 但是呢 没有关系哈 我们有重工 有维修厂 只要再造一个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多造几个基地哈 不过下面呢 得小心点 他要是把我这个重工强行放掉 或者呢 炸掉我这个维修厂呢 我们就造不出基地了哈 现在对方来了五个飞机 他剩下的飞机子弹还没有装好 爬这五个飞机不得行 看没有直接过去 就炸了一个电厂 没什么太大作用 现在我的基地马上就要出来了哟 坦克的就不需要造了哈 注意看那个红色 红色用直升机带着间谍啊 想去偷心啊 这个红色游离杆位置呢 也是非常有趣哈 他用那个运出船对吧 带箭连过去偷 又用直升机 当时呢 还把人家的基地占了 感觉这个游离杆位置还是比较无敌的现在哈 这个游离杆位置呢 反正现在对我呢 也没什么威胁哈 我们先把这个绿色带走 而且这里呢 注意看 我们准备了好几个工程师啊 准备连打带脱啊 把他那个基地给摸过来 这个绿色来了很多 灰机 我们旅带车拦截一下 注意看对方想炸过基地 我们稍微的收一收 漂亮 看没有 这个基地最后几地写 然后把他的飞机全部整掉 打飞机我们比较专业哈 现在我的超速的话 加上铁木呢已经好了 只要 把这几个肥坦克加上旅带车一过去 他肯定对吧 就顶不住了 好 再把这两个零八个转上车 注意看这个红色 红色家里面呢 那个油力感 两个油力感再放来放去 而且这个红色呢 他剩下了 在家里面造的那个 其他的油力 那个行李主机对哈 估计是反我的超时空坦克过去啊 我们这可不管他 一波超时空来到绿色家 然后套上铁木 这个绿色的还是个法国 好 工程师下车 一个站基地 剩下的站这个电厂 机场都可以站了 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没电了 你看我这几个坦克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绿色带走了 绿色也是受不了 把建筑呢 只得选择卖掉 下面我们就可以造盟军那个钻石精炼场了 不过呢 这个绿色还是比较顽强 剩下两个船上呢 他还舍不得知道 因为他这里面有两个神盾 其实他这样子 根本是没得完的 我只需要造点飞行兵 待会一波超时空啊 把他那个神盾整掉 把那个驱逐舰是不是就不得行的 我们只需要多造点飞行兵 造一万个飞行兵过去就可以了 接下来 重点呢 就是这个油力改位 注意看啊 队方在家里面 造了好多那个心灵突击队哈 他造这个心灵突击队的话呢 我这个坦克肯定就不能过去 因为你过去的瞬间就会被他全部变了 对吧 你看他每个地方呢 都摆在那个心灵突击队哈 而且两个油力改在那里放来放去 我们现在不着急 就等这个铁木加上呢 超时空好了 看来这个红色呢 他的架式是要给我熬阴啊 你看 这个无畏战剑好像过来整我 他呢 造这个无畏战剑是没什么用的 我们只需要造章鱼 这个家伙呢 想过来整我的基地 这个基地我们待会拉着就行了 而且来我们看 我们直接坦克把他的无畏战剑整掉 好 基地收起来 打掉无畏 这样子 红色他想过来打我呢 也没什么方式 对吧 除非造点坦克 用那个油力改掩护 这个红色的好像是把兵营拖到心了 看着他家里面一个坦克都不错 这个家伙就想造星灵突击队 在自己的家里面这么全程巡逻啊 就是呢 不让我的坦克过去了 我们先把这个绿色的带走 拿了两个章鱼啊 只要把他那个神盾一整呢 我们飞行兵过去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超时空暂时的不丢他的神盾 因为超时空呢 我们准备过去 整这个油力改变 他这样家里面满屏都是油力的情况下 所以看 我们只需要 造9个蜘蛛闯过去 然后套上铁木 他辛辛苦苦 造半天的油力 心灵突击队 我们一波黑蜘蛛的直接断了他的念想 每个地方都有那个心灵突击队 这些建筑地堡的全部卖掉 把它换成钱 然后飞行兵打掉驱逐舰 注意看绿色 他那两个神盾呢 已经没了 这神盾没了之后 我们飞行兵过去拆掉那个船上就可以了 然后中国里面 我们再造几个蜘蛛 直接过去红色家里面 估计他的心就凉了 这个绿色的水里面还有海豚 但是已经对吧 没有用了 我们这个飞行兵过去的这个绿色也只能制够了 现在我们超时空铁木其实早就好了 好 再来一个蜘蛛 然后飞行兵过去打掉绿色船长 这个绿色也是受不了八线了 最后就剩下这个红色游离杆位置 估计他还是想着对吧 给我慢慢的熬阴哈 但是你看 我们9个蜘蛛来了哟 我这个蜘蛛一过去 你这个心灵突击队加上游离杆 那就是打我半点办法都没有 好 我们在这里准备套上铁木 对方放那个地宝 估计放那个地宝呢 他的手都在颤抖 对吧 辛辛苦苦照了半天 你看 我们这个黑蜘蛛 疯狂的杀这个什么心灵突击队呀 有力改 那么打到这里了 你看 红色也是想说了半天啊 受不了直接自爆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